早幾天我出了一條影片講關於電視機的問題 我見到有幾個觀眾說 為甚麼你電視機就這樣放在地上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原本還沒有裝上牆的 但因為電視機比較大,75吋,太重 裝上牆不是不行 但我覺得還是盡量不要搞到家的牆之類 所以今天我買了一個電視座回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買了一個電視座 我呢,就是這一個電視座 這個就是一個有日本Good Design 有這個Good Design獎的一個TV stand 這個呢,是可以適用到75、85、90吋的電視 應該都可以的 那今天呢,就嘗試一下把這個阻合起來 看看究竟會是怎樣 那就不會是就這樣放在地上了 OK,這個的TV stand 價錢買了5萬多日圓 那是日本自己本身的牌子來的 OK,這個電視座 那部件呢,就這麼多了 我們這個是橫木色 Wall Nuts 顏色 那這個是一個底座來的 那個底座呢,都非常之大 那,還有一些支柱 好,將它們全部合在一起先 好,這個電視架呢,其實就很簡單 就這樣將它全部合在一起就已經是了 那跟著呢,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個電視機後面 它這個螺絲洞 究竟是有多深了 那我們跟著那個架呢 有一個這樣的 啊... 器具仔 用來查一下那個洞有多深的 好,那我們量完這個螺絲位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將這個 掛上去的電視架裡的這個勾呢 那我們現在安裝上去 那還要安裝兩個的 那邊一個,那邊一個 然後就在前面這裡呢 那個架裡 再上多一個那個勾呢 應該是那個 這個應該是 上完這個 那就完成了,基本上 好了,那個架呢 我們就設定好了 你看這隻腳多靚仔 但是,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電視機抬起 放上去這個架裡 那我跟Maii-san兩個人 我不知道它夠力了 我們要把這個勾呢 這個勾 就勾到那個架上面 這個... 這個真的要看一下Maii-san 這個夠力了 對於是 這樣要做到的 這個要件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要放在這裡嗎? 你會緊張嗎? 我會緊張嗎?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很重 很重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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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很重 很重 那就手離開了就好嗎? 好! OK! 謝謝! 謝謝! 我必須要拿到花園去 欸! 是嗎? 搞定! 剛才因為MaiSan不夠力 結婚我們找了幫我們做花園的師傅 進來幫忙搬一搬 好!大家看到這個呢 就是我們新買回來的電視架 一個wall stand 因為我們不想在這個牆上開工 結果就用了五萬多日圓買了這個架回來 但是有一個很可惜的就是 我們那些插鬚位 剛剛好在兩邊凹了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可以更加帥仔一點 還有下面墊的那一塊墊 因為現在MaiSan出了街 那我自己一個人呢 修正不了這一塊東西 它十棵應該是很漂亮的 就收在這個腳下面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個架呢? 大家看到呢 它這個架呢 它這個架這個位置很薄的 差不多直到是沒有高低差 所以這個呢 是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當然還有這個 剛才我們開波的時候說了 Good Design 日本的Good Design獎 那為了把那些線收起來呢 那我只好把那部Xbox呢 就這樣放在這裡 如果它放正中一點 應該會比較好 那但是因為它剛剛好呢 那些Cable 剛剛好那些Cable呢 就在那個位置卡住了 那所以我不可以 放得很正中 那這個就是之前有觀眾問 為什麼這部電視機 只會放在地上 那現在 多了一個架 那就不是只會放在地上 OK 是有一個架的 OK 英俊了 FIT